淡水区文化里新民街19巷的这条小路 里长说这里的樱花树已经种了15年 是里内最美丽的樱花大道 但是现在许多汽车是停到樱花树根上 甚至有些还将樱花撞到 让里长是相当的痛心 因此也希望向公所申请在路旁施坐路源时 位于淡水区文化里新民街19巷的这条小巷 当中可以看到路幅不是很宽 但是在路旁却停着一整排的车辆 里长说这里最早之前没有划设黄线的时候 造成车辆停放 占用道路空间在划设之后 许多车辆都为了规避被拖掉的责任 停到黄线内的土地上 但是里长也担心这样子路旁所种植的樱花树 都被车轮压在底下 我们19巷这里 这些樱花已经整大概15年了 15年在樱花树是向导 应该是统水的樱花大道 但是因为樱花之后 因为这旁边公司一直申请路源时 都还没来做 造成所有的车子往黄线里面移 本来是有一个建议 本来车停不下 它硬挤硬挤把樱花树都击倒了 本来就是它的那个书冠 它把它折断 里长说这里的樱花树已经种植了15年的时间 过去每到开花季节就是淡水巷弄当中最美丽的樱花大道 但现在许多汽车停到樱花树根上 里长说甚至有的还将樱花树撞倒 让里长相当痛心 因此也希望向区公所来申请在路旁试做路源时设施 所以我希望说公所能尽快把这个路源时赶快做起来 那交通也比较安全一点 不能他们停着这样子 把所有逆免花都破坏掉 破坏了非常地严重 会造成那个垃圾 车子一多的话 环境脏乱 他们来这边停着车子没关系 还把垃圾都直接丢进去 那是我觉得希望大家要有公格心 不要说我们一直在做志工 你们就一直丢 里长说在这边停满车辆的状况下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会造成许多的垃圾堆积 里长办公室的志工已经清了好几回 还请清洁队来帮忙 但是这边就是因为这里位置叫隐秘 又停放车辆 边坡下的草丛常常被乱丢垃圾 因此里长也希望区公所能够尽快将路源时设置 沿着黄线来施坐 别再让车辆随处停放 破坏樱花树的伸展环境 记者许多安逸 待会儿是他们的报道